2021年夏季最新懒人妝前霜 一次就能够打底遮瑕肩防晒 粉底液真的可以丢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之前我在影片里面有介绍到 蜜粉又在底妆市场上起死回生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今年夏天有好多遮瑕肩防晒的妝前修饰霜 也开始有很多升级的版本 很多同事都很喜欢问我 到底我出门应该要擦妆前乳有防晒系数 还是我直接擦防晒乳是有适色效果的 那其实对我来说啊 这个都一样 因为现在很多产品都一人分式竖角 就是说它其实兼具了遮瑕 又可以帮你打底 又有防晒的效果 那像我最近这一年来啊 我根本就是完全选择这样的产品才出门 粉底液我真的很少用了 那我今天就要介绍几款 它真的可以取代粉底液的妆前修饰乳 Ruby用玫瑰裸妆乳 其实这一支啊 是去年夏天上市的这个裸妆乳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啊我一拿到一擦我就大为惊艳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昵称 叫做玫瑰素颜霜 那为什么我觉得很棒呢 是因为它擦起来简直就是像擦粉底一样 就是它的那个粉质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浓郁 就是完全可以在你的皮肤上一次捉到遮瑕打底还有保养的效果 然后你看我这样擦上去之后啊 它就是完全可以遮盖你的肤色 那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有时候比较懒人 很想要就是一擦完 我不要再上东西我就可以出门的人非常好 那另外呢它的成分其实里面也用到了玫瑰水 还有玫瑰的那种光泽的粉体 以及玫瑰花瓣的那种凝胶 擦擦完之后啊 你的皮肤会觉得就是有一种玫瑰般的光泽感 而且就是完全让你一些细纹啊一些瑕疵完全都可以遮盖不见 所以这是我这一年来非常仰赖的产品 看这是我其实已经用掉第二支已经快要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非常值得推荐哦 躲墨利扣美肌修护霜 那躲墨利扣它这一款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有感 就是它挤出来它真的也像粉底液一样 就是擦完之后啊 你真的是可以不用再化妆就出门了 听说蓝星眉姐姐她也是直接说 她只要擦完这个 她就是直接可以出去倒垃圾 就是真的不用再上妆了 它这一支是属于就是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 底妆的第一个步骤 它其实是含有很大量的胶原蛋白在里面 所以你擦它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你好像在上底妆 其实你就在擦保养品 它里面用到了很多很多的胶原蛋白 它其实是萃取自海曼的鱼皮 那海曼的鱼皮它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 这种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啊 其实它非常的稳定 即使是你在阳光紫外线不断的曝晒之下 它依然可以保持非常的稳定 让你的皮肤能够平滑跟 很有保湿感跟抗老能力 一般如果是擦这种有遮盖力的这种 很像类似粉底的东西都是用 都是这样顺着你的脸这样子平行的擦过去嘛 可是你用这一支啊 其实就是用擦保养品的方式 就是用化圆 就是不断的化圆 从内到外化圆 就是不断的化圆 就可以把成分 保养的成分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 而且可以去填补你的凹洞 所以你擦完它之后 你的皮肤就会有很好的底妆效果 又有很好的保养功能 而且这一支啊 也得到日本政府的胶原蛋白的认证 所以真的也非常大推 那我喜欢它的地方也是它超具有遮瑕力 擦完它也是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就可以出门 很多人啊 最近因为常常要戴口罩 所以不喜欢自己擦完底妆 或者是像这种防晒的润色霜 会有一种那种奶油肌光泽的效果 那这一支啊 其实是营造那种淡雾光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 会让你的皮肤感觉不会那么的油光黏腻感 它其实是针对如果你是比较混合型的肌肤 或是偏油的肌肤 那你的这个鼻子跟鼻翼旁边的毛细孔会比较明显嘛 所以它里面呢 有加了一种叫做毛孔柔胶凝胶 就是你在擦的时候啊 它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的毛孔 就是整个柔胶跟隐形 所以针对一些就是比较油性的肌肤 就是毛细孔粗大的肌肤 会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因为它是属于混合型肌肤用的吧 可是你也不会觉得它好像很干 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的油 像是玫瑰果油啊 澳洲坚果油这些 所以它擦完之后也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而且可以让你的皮肤长时间保持一种润泽感 使用感受真的还蛮不错的哦 除了很像粉底液 具有遮瑕效果的妆前霜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路的懒人妆前霜 其实走的是比较清透的素颜妆 擦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妆一样 可是皮肤也变得非常的清透自然 Giorgio Armani裸光保湿持妆乳 这支持妆乳也有一个很可爱的昵称叫做生底妆 那什么是生底妆呢 生底妆的概念就是它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它可以让你的肌肤非常的保湿 你擦上它之后你再擦底妆 它就可以让你的底妆更持久 而且肤色非常的好看 其实挤出来啊 它就是像一样粉底液一样 它就是一个粉底液的颜色 可是呢你一直擦一直推一直推 它其实就会慢慢变成透明 然后融入到你的皮肤里面 它里面也是有一些可以揉胶毛细孔的一个成分 所以让你的毛细孔比较不明显 另外呢它里面还是有矿物型的粉体 它粉体非常非常的细 就可以遮盖你的一些毛细孔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就是打得揉胶劲一样 非常的漂亮 所以最近这一款生底妆 在夏季也是非常受到欢迎 苏苦柔肌妆前乳 像之前很多人啊都喜欢皮肤有光泽的那种奶油肌嘛 可是现在真的不太适合 那如果你还是很喜欢奶油肌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选择苏苦这个 轻奶油质感的一个妆前霜 那它其实挤出来啊 里面也是就是很像粉底液一样 就是完全是有遮瑕效果的那种颜色的粉体 擦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慢慢的融入到你的肌肤 让你的皮肤有一点就是清奶油肌的质感 它这支产品的设计灵感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就是你们大家都有看过一些瓷器 瓷器上面的表面上就有一点点光滑的效果 它其实是上了一个又要的成分 那所以它就是塑造你的皮肤 可以像瓷器那样子轻轻的光泽感 那我觉得擦起来之后呢 你的皮肤有一些毛细孔啊 或者是细纹 也会因为这个它的特殊的成分 跟它的保湿效果让这些瑕疵就比较隐形不见了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皮肤有一点点清奶油肌的感觉 或者是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啊 或者是有一些微微的细纹 那你不喜欢有很夸张的遮瑕效果 那这支苏苦的妆前乳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不像我啊 一定要选择具有遮瑕的妆前霜才能出门的话 那今年啊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它是标榜以防晒为主 然后呢让你的肌肤没有粉感没有妆感 只有保护力跟光泽感的妆前霜哦 伊利斯尔精亮防护露 这一瓶金色的防护露啊 它其实是比较针对熟灵的肌肤 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比较是大龄的女子 非常适合使用 简单来说啊 它就是一瓶防晒露 那你使用之前啊必须要摇一摇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防晒的粉末 需要一些跟成分需要被中和 被混合均匀 那挤出来它其实是 就是有点点接近淡淡 有点带一点点肤色的乳白色 那它擦完之后啊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立刻变得比较明亮有光泽 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比较那种暗沉的肤色 或者是蜡黄的肤色 可是然后你擦完它之后啊 你的肤色会呈现一种很明亮的感觉 那伊利瑟的这个产品 因为它其实跟安耐晒是属于就是姐妹牌 所以它的防晒技术也非常非常好 它可以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个就是保护的薄膜 可以帮你阻挡紫外线的侵害 还有一些空气污染啊 或者是一些灰尘的干扰 所以可以让你的皮肤不断是 保持着很有光泽的素颜感 而且它帮你的皮肤做好很好的防晒效果 也是很今年夏天很推荐的懒人妆前霜 RMK UV防护乳 这一支RMK今年推出的UV防护乳啊 它其实也是以防晒为主 然后它主要是希望在防晒的时候 你的皮肤可以很清爽不油腻 然后呢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清爽不油腻呢 因为它里面啊运用到一个就是 它用水分把UV的防晒剂 跟保养成分包起来 所以你在擦的时候啊 你有像觉得你有在擦水一样 挤出来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粉肤色 可是你擦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像在擦水 越擦它就越透明 然后呢就是感觉水蒸发掉了呢 它就是把UV的防晒剂覆盖在你的皮肤上面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效果 像擦完它之后啊 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那其实它的水分蒸发掉啊 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防晒剂 已经在你的皮肤上面了 那我觉得摸起来就是那种润润软软的 很像擦完保养品一样 这一支我非常建议你就是 夏天的时候可以带出门 因为你随时如果你要补擦防晒的话 尤其是像你的脸部就是 鼻子啊或者是脸颊 比较高耸的地方 容易受到阳光的照射 你就直接擦它 就是直接一直不断的堆叠补擦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的状况 所以这一支是很建议 随身包包带的防晒霜 以上啊就是我介绍今年夏天 懒人一定要必备的懒人妆前霜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 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